菜单当中一些 我以前没有讲到过的 或者是这回新增的 那么这一次有一个 自然实时视图 如果你打开的话 它就相当于模拟一个OF 就是光学取景器的效果 那么当你打开以后的话 会让一些阴影的部分 或者是明亮的部分 让它看起来会更像光学取景器 所以你的看起来的时候 取景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你打开这个视图以后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实时的看到 比如说白平衡的效果 或者是高光阴影的效果 或者是实际拍摄出来照片的效果 所以呢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这个功能 然后有一个用于电影镜头的光圈单元 你可以这边选择F值或者T值 大家知道富士有出过 这个富士龙的电影镜头 横定光圈的 那如果你买得起那些镜头的话 并且在这个机器上去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显示T值 非常牛逼的功能 那么这回有一个 这个显示信息对比度的调节 正常是有标准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种高对比度 如果你眼睛不太好的话 或者是眼睛太好的话 可以选择这种低对比度 看起来非常柔和 或者是选择这种红色的照明 比较的舒服一些 这个的话其实松下的相机也有 那这回XT3是新加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默认的话就挺好了 所以我一般都是调成标准 那么这回手动对焦的情况下呢 添加了一个这个数字棱镜的功能 之前大家知道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列相屏 数码列相屏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屏幕上 它就会模拟一个 这种光学的列相屏的功能 你就可以参考来对焦 然后这回的话 你可以增加数字微棱镜 它就是一个圆的 它其实也是一种 类似列相屏的东西 这样你去对焦的时候 你只要保证这个画面当中 图像清晰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手动对焦 它还是很好玩的一个功能 相机内部呢 有个可以直接处理 RAW格式的功能 比如说你看 因为现在这个Lightroom 还没有办法读取RAW格式嘛 那假如说我想要把这些 拍摄的照片 传给小姐姐 但是有些拍摄的照片 它有点欠报 那么就有一个功能的话 就可以在机内 把这个欠报的照片 给它提亮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因为你现在WiFi传输照片的话 只能够传输几排个 不能传输RAW 所以呢 有个这样的功能 非常有意思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找到一张欠报的照片 我们那天拍的时候 是在 在哪儿来的 应该在后面一点 找一下啊 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就是为了 好好的测试一下这台相机 好在这 我感觉这几张照片呢 有点欠报 那么这时候 你只要按中间的 每链键RAW处理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我可以比如说这边 设置增感减感处理 这时候可以增加这个曝光补偿 比如加1 然后还可以设置这种 阴影色调 把它给它设置的高一点 然后再按Q创建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点欠报 没关系 我们这再改增感减感处理 再加一点 加上2的曝光 你再按Q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明显就比刚刚明亮很多啊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 这个拍摄RAW格式的画面 比较暗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RAW处理 来做这个事情 当然其实有个快捷键 你直接在这个画面下面按Q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RAW处理 这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 这么多这么多 吐槽也好啊 关于富士XT3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它的其实外观跟XT2差不多 那富士可能觉得 这个设计会比较经典一些 但是呢 它在外观上 增加了很多便利的功能 比如说增加了耳机监听 比如说接口换了 然后一些这个外观上的 波轮的一些调整 按起来更舒适一些 包括翻转屏可以按下按键来用 以及加了触摸屏的功能 虽然说不好用 那么它主要的提升就是在内部 比如说对焦系统 相位对焦点覆盖整个CMOS范围 以及它连拍呢 不需要挂手柄 直接可以上到11张每秒 包括它的这个人眼识别 非常的精准 可以连续对焦 以及它拍摄视频的一些功能 比如4K 60帧 然后是H265之类的吧 就是它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就我刚刚讲过了这么多 因为这几天啊 一直在出去拍 就是想要非常完整的去体验这台相机 可以看到我其实 节目出现过的一些模特啊 就有一半都已经用来测试XT3这台相机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 我多重视这台相机 虽然说它的这个单次对焦非常的快 包括暗光对焦也很快 但是呢 在一些活动拍摄 遇到人脸多的情况下 包括视频拍摄 它的这个对焦的性能呢 都比较差 叫我的话来说 是不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以及它视频提供的这些功能呢 除了4K 60帧 有一些亮点以外 其他的方面 其实画质提升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跟全画幅比的话 毕竟抵达一级压死人 所以呢 就是你怎么去评价这台相机呢 如果真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的话 你想要一些照片拍摄的画质 或者是视频拍摄的画质 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提升 那么在对焦性能上呢 我个人感觉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起码是跟佳能 或者是索尼的对焦系统比 还是差一段距离的 所以你综合下来用起来的话 你花了这个钱 它所能给你带来的回报呢 其实很小很小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是对于 只是一般的这个拍摄来说 想要一台富士的相机来说的话 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XT2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确实是 这个对焦性能差别不大 拍摄的这个画质差别也不大 如果你需要五轴防抖的话 我其实更加推荐X-H1这台相机 因为五轴防抖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包括它的这个手柄也更大一些 持握感更好 使用体验的话也更好一些 所以呢 除非你是真的是为了4K60帧 265 以及直接不用挂手柄的监听 或者是这种11张每秒的连拍 其实我觉得这些提升 真的不太值得你去多花一点钱 去来换这台相机 就是假如说你有XT2 或者有X-H1的情况下 它其实看起来并没有这么多的价值 去值得你去换成XT3 而且它又把五轴防抖去掉了 它从某些方面来说 它反而是减少了一些功能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 其实买一个SD3也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它比较好看 很多人都说USR丑 说A73丑 包括松下的相机也有人说丑 但是我个人 其实对于这种外观 颜值的东西非常不感兴趣 因为你的相机再好看 它其实并不太能够影响你 拍摄出来的照片 怎么怎么样 我主要是以实际拍摄出来的效果来对比的 如果它没有在画质上 或者是对焦的性能上 有什么提升的话 你这个相机再漂亮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它是不适合我这种人来使用的 但是如果你确实喜欢的话 我觉得买一个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它其他方面的好处 你像肤色比较好 或者解析力比较好 高光还原能力比较强 但是它对焦对不上 尤其是人脸多的时候 对焦对不上的话 你这些所有的优势 都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你解析力再好 你对不上还是糊的 你肤色再好 你对不上别人也看不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对于 相机的性能要求比较高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 去买佳能的相机 或者是索尼的全画幅的微单 会比较好一些 从我这几天的一些拍摄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富士的这台相机 它其实虽然宣传说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拍一些活动了 我们也可以接一些 严肃的商业的单子了 但是它的对焦性能 还是比较一般的 起码就以我的个人的要求来说 是属于不可用的一个级别 包括它有一些缺陷 比如触摸屏反应比较慢 系统也不是很好用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去挑战 A723或者是EOS R来说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就是以它的价格的定位 上市的时候9700 但是之后供应商跟我讲的话 可以拿到8000多块钱 相比于XT2上市的价格来说 已经便宜很多了 其实如果不太介意 我刚刚讲的这些缺点的缺陷的话 其实可以买XT3这台机器的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很穷 没有钱 非常非常不推荐富士的系统 因为你要知道 富士的镜头非常的贵 比如说这个56 1.2 因为它是APMC画幅 所以要有个等效光圈 那你拍摄出来的这个画质呢 其实是跟索尼的 全画幅的85 1.8差不多的 但是这颗镜头要五六千块钱 索尼那颗镜头只要3000块钱 你画质差不多 效果差不多 那你还花了一倍的价钱 所以说它性价比很低的 包括这个23毫米 F1.4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 35 F2光圈的镜头 你想试码的 全画幅的这个35 1.4 它也就是3000多块钱而已 它这个镜头要卖到五六千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富士的东西 其实性价比不高的 如果你的资金不充裕的话 我还是非常不建议 你去投资富士的系统 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的 但是如果拐回来 可能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去用富士的这个系统 并不是因为我有钱 我就不说我是个穷逼了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觉得 一些平时的拍摄的活动 如果对对焦要求不高的话 富士的这样的一个侧翻屏 包括它的肤色 包括它的这个 人眼识别的对焦的性能 这个其实我在之前 我那一期我的摄影装备里面 已经陈述过了 就这些功能 它是值得我去多花一些钱 去买的 因为其他的厂商 是没有办法给到我这样的性能 比如说肤色这个东西 你可能拍摄10张照片 你去调一下肤色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想要你拍摄几千张照片 你调这个肤色 那就要累死了 比如说拍摄视频 你可能拍摄几段视频 你想有感兴趣 要调一下 你要是拍摄一个长片 一整个活动 你想每个人 你都要调肤色吗 对吧 如果你有这种大规模的 拍摄的体量的话 你会知道 富士的相机 给你提供了好的肤色 以及很方便的 这种操作的体验 它是非常值得 你去多花几千块钱 来换回来的 这个就是看 你个人的需求 但是因为普通的民众 普通的爱好者 一般不可能像我一样 就是拍几千张照片 或者拍很长很长的 这种视频 那么就是平时拍摄 平时用用的话 富士相机这些好处 它给你带来的回报 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还是看 各位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 我反正花钱花的值 我就是为了一个颜值 我不管你怎么讲 那你就买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富士的相机用起来很舒服 但是它在一些 某些性能方面的缺陷 确实没有办法 跟佳能或者索尼的相机去比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 斟酌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 不下BB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